巴黎奥运会还没有开幕 美籍太义身脏运动员坎尔赛瑟 率先缔造历史 天生没有双脚的她 用手倒立划滑板 以超过19秒的成绩 打破建立式世界纪录 31岁的赛瑟 倒立划滑板长达19.65秒 在LA3级别 也就是双腿膝盖以上截肢 创下倒立划滑板时间 最长的女性纪录 她的成就会收录在 2025年出版的 建立式世界纪录大拳 来自泰国的赛瑟天生没有双腿 出生短短一个星期 就被遗弃在佛寺 后来被美国家庭领养 身体的缺陷 五组赛瑟成为极限运动员 9岁她就开始玩滑板了 身后在多场体育赛事 斩获冠军 还在2018年获得参加 平昌冬季残奥会 单板滑雪比赛的资格 她形容滑板就像是她的双腿 站在上面能够让她感受到 自由自在的感觉 好 谢谢观看